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慧妹虽曾为乐坛一姐 以豪迈的歌声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但背后却隐藏着被富豪勒索 被小鲜肉劈吞 最终爱上小六岁调酒师 却婚姻沉迷的故事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张慧妹的情感经历 张慧妹在进入乐坛之前 一直在三姐开的日式小酒馆里打工 小酒馆虽不算大 但规矩既全有盐 员工必须穿黑花几锡的旗袍上班 到了特殊节假日 她们便穿上传统服装 站在街头招来顾客 即便张慧妹有姐姐依靠 可她并不按于现状 所以中间去参加歌唱比赛 想借机转化一下生活 1992年 张慧妹前后两次参加 当地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 最终夺取桂冠 但这次张慧妹并没有 飞上枝头变凤凰 比赛过后一切归于平淡 她继续在姐姐的店里打工 直到有一天 她的表哥找上了门 表哥组了一支乐队 因为缺一个主唱 她便描上了在音乐方面 拿过奖的张慧妹 张慧妹被表哥带到酒吧 当她看到舞台下的酒客 正在为一支乐队呐喊时 便下定决心要跟表哥一起唱歌 两人一拍即合 在同一支乐队 一个主唱 一个当键盆手弹奏 配合相当默契 没多久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这到底是表哥还是借着拉主唱的由头搞对象的 表哥带着张慧妹各方游走 辗转于各大夜场 张慧妹唱得不亦乐乎 甚至还有与音乐制作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有一天酒吧角落里 来了一个特殊的歌迷 在这个酒吧暗角 听张慧妹唱歌的正是张雨生 如果说表哥是张慧妹通向成功的桥梁 那张雨生就是张慧妹的人生贵人 如果没有张雨生 就没有后来星光熠熠的张慧妹 当然张雨生来酒吧听张慧妹唱歌 也是有原因的 那时候张慧妹和表哥 携手挣战各大夜场 在夜内混出了一些名气 据说只要是张慧妹到场的演出 酒吧的声音就会变得出极好 所以阿妹以后能成为天后 绝对是靠着自己实力 张雨生也正是为阿妹的实力而来 张雨生一出手 夜场歌者摇身变天后 很多人印象里在酒吧著唱的歌手 生活向来迷烂 但张慧妹却是个例外 据说阿妹对私生活控制十分严谨 哪怕是她最爱的键盘手表哥 也只能在她门前 望而却步 尽管如此 他们的这段感情还是维持了三年之久 随着张慧妹在乐坛的起步 表哥便开始淡出张慧妹的感情生活 潇洒的转战幕后 成为了在她背后默默发挥热量的男人 两人关系一直不断 哪怕分手多年以后 张慧妹开歌唱 还专门请来表哥到现场伴奏 而导致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一味负伤的介入 1997年张慧妹在签约风华唱片后 与张玉生合作推出两张专辑 姐妹和Bad Boy 这两张专辑当年大卖 姐妹首周脱销 卖出了100万张 Bad Boy更上一层楼 标出了首周130万张的惊人销量 张慧妹在乐坛创下一个又一个的神话 乃至到现在 那些神话的存在仍然无人超越 可就在她事业开始步入巅峰这一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彻底打乱了她事业的发展节奏 1997年10月20日凌晨 张玉生驾车途中发生意外 昏迷23天后永远离开了我们 为了事业不遇冷 张玉生昏迷期间 张慧妹在公司安排下 唱片发不停 综艺上不断 紧接着公司又马不停蹄 安排她开歌唱 魅力四射六场巡演 长场爆满 张慧妹事业达到巅峰 事业安全着陆之时 她的爱情也有所收获 遇到了情场浪子周丽景 周丽景身为模特公司的老板 曾先后与多位名模 港圈名媛打得火热 有媒体曾这样开玩笑称 周丽景收割女伴 有如走马关灯 她因此得名追女之王 周丽景追求张慧妹 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因为负责演唱会 新加坡专场 周丽景借机接近女神 豪辉2500万为阿妹成场 父亲邀请所有工作人员和记者 都住进当地最定级酒店 还派出豪车 对张慧妹家人进行全天好服务 就这样 周丽景忙前忙后一番猛操作 愣是把阿妹的一大家子人 给接到了新加坡看演唱会 演唱会第一天 周丽景卖力讨好 奇招评出 张慧妹一家人 对这位未来女婿心满意足 此外 在为张慧妹营造了重心捧月的气氛后 周丽景又则今送上一瓶72年的红酒 几个回合下来 被宠坏的阿妹终于被周丽景成功收割 热恋的日子里 周丽景动辄就坐上飞机 优惠女神 与女神深入探讨感情时 周丽景继续花式献饮钱 价值几十万的名表 说送就送 可即便如此 这段恋情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魅力四射新加坡演唱会 阿妹一家人沉寂在女儿魅力四射的光环里 这时阿妹哥哥手中抱着的一个小女孩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为此有记者远渡重洋 追踪到阿妹的故乡 试图挖出点什么 于是不久之后便有媒体报道 阿妹15岁与初恋林俊德交往时 生下了一个女儿 多年之后 张慧妹生有一女这件事 时不时被媒体提及 成了她怎么也甩不掉的麻烦 该媒体还解释 阿妹身为原住居民 按照当地相属 十几岁生娃根本不算个事 不过这一传闻 很快得到了张慧妹的否认 她的经纪公司为其撑腰 还撂下各种狠话 最终一段时间过后 这件事热度消散 便不了了之 说回张慧妹与周丽景 两人之所以分手 不是因为阿妹有过怎样的过往 身为情长浪子 周丽景其浪道程度远非阿妹可比 两人之所以会一拍两散 主要是因为周丽景又有了心欢 可见情长之上闹得最欢的 永远是采大气粗的那一方 在情农时 周丽景豪气杂金 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为有所回馈 张慧妹还签约了周丽景的公司 两人一唱一鹤 在鱼圈搭档多年 吸睛不少 无奈情到尽头 两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周丽景给阿妹提分手时 提出了几千万的赎生费 当初追天后时付出的 有尽数回流到了腰包里 要说富甲子弟是会玩 但像周丽景这么会玩的 真心不多 随着阿妹的节约 这段情终于画下句点 从此情人变末路 此时的阿妹感情受挫 事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 没有了背后的张雨生 张慧妹仿佛在歌坛 迷失了方向 且因为她出生的特殊 又做过一件不可说的事 被内地封杀了一段时间 为了疗伤她决定远顿国外 2004年张慧妹一人飞到了 人生低不熟的波士顿 在那里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恢复自己 期间她与歌坛王子 王力宏传过一段绯闻 话说王力宏在歌坛 曾一度与张慧妹并驾齐驱 但张慧妹时也遭遇滑坡 已大步入通前 为了寻求付出 张慧妹与王力宏强强联手 两人通力合作 经过日夜奋战 创作出了一首火 可张慧妹并没有凭借这首歌 火回当年的高度 彼时王力宏视野如日中天 王力宏经纪公司 便开始指责张慧妹 说她介于王力宏恋情炒作 在经纪公司施压下 王张恋没持续多久 便草草收唱了 说到王力宏 她的恋情一直是个谜 最为迷离的是 她与李云迪那段过往 所以她与张慧妹相恋 到底是不是真的还要两说 在结束了与王力宏的短暂恋情后 张慧妹与篮球手何守正 碰撞到了一起 从王力宏开始 张慧妹便开始烙牛吃嫩草 何守正比张慧妹小11岁 且她高大威猛 身高1.96米 长得也还算帅气 全身肌肉硬得像回炉的面包 总之何守正方方面面都能满足张慧妹 何守正自知与天后恋爱有些高攀 因此两人在一起时 她尽可能做到事事顺从 有时候一起外出吃饭 遇到类似被记者跟拍的事 何守正总能彰显男友乞丐 挺身而出保护女友 张慧妹重回恋爱中的幸福小女人 最享受和小男友在一起的二人时光 一对恋人相爱如私也当知足 但在两人交往期间 也出过一段插曲 有一次有记者拍到何守正 夜会某女星 到公司散布的画面 彼时正坛女友张慧妹则远在国外演出 恋爱人在外忙忙碌碌 她自己倒逍遥快活 其实何守正在台湾蓝坛时 花明在外 张慧妹放心不下 在出国演出前便要求小男友 要规规矩矩 保证三个月不出状况 这让怪于蘸花惹草的何守正百般煎熬 因此趁着阿妹不在 搞小动作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 张慧妹对此反应很低调 她隐忍不发 选择包容爱的卑微 其实这种付出 是留不住一个花心男的 2010年4月 两人正式宣告分手 原因是何守正带辣妹去宾馆 被媒体拍到 一代天后情路如此坎坷 落得遍体鳞伤 以后的时光里 她还有没有勇气去爱 爱情来了 很容易让人忘记曾经的伤痛 被爱伤过 伤疤还未愈合 又再次陷入了爱的漩涡 这次张慧妹到了为爱痴狂的地步 与何守正分手之后一年 张慧妹在爱的转角处 遇到了圈外的姚小剑 姚小剑是一名调酒师 在酒吧担任店长 她调酒技术高超 长相也比较帅气 最开始张慧妹常去酒吧消遣 一来二去 彼此便自身出爱慕之意 确定关系之后 张慧妹过气出手 拿出1500万给小男友开酒吧 除此之外 像豪宅豪车 这些恋爱必备工具 该有的一应俱全 在这段感情里 天后继续爱的卑微 除了豪送 房子 车子 还要忍受姚小剑 对她抱脏话 总之 一旦置身爱情 张慧妹活得特不像自己 成为被恋人追着骂的天后 两人交往数年 期间张慧妹经历了身材发福 从身材娇小的天后 成了一位中年胖婶 有时候出门不便 走路都需要人福 每次出镜 媒体有关于她的报道 不再是天后的歌声 有多打动人 而是她的身材发福的 多么夸张 与此同时 有关于张慧妹 未婚生女的传闻 仍然此起彼伏 不过即便身材严重走样 她又有着怎样的不堪过往 但谈恋爱 却照谈不悟 两人虽然经历波折 但关系 却越来越牢固 所以这次阿妹是遇到了真爱 也许这个世界上 本不存在所谓的真情 如果阿妹没有天后光环 这段情还能否长长久久 也难说得很 毕竟他们相恋十年 至今没有结婚 平常人谈恋爱 正因为没有任何光环价值 反而走得越发平稳 而富有的明星谈一场恋爱 却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 也许这正是张慧妹 在爱情中疲惫的原因吧 也许对于张慧妹而言 感情中卑微 才算是真正爱过